Hello大家好,我是黎明不是刘德华 这里是最新一期的泰国黎叔说 今天我是从赌城圣地曼谷驱车来到了南人的天堂巴提亚 当然我肯定不会去那些个夜店 不是因为去了要回家跪榴莲皮 而是因为我已经玩腻了 知道我的粉丝们都是正能君子 所以这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了 改天有空自己来体验一下 好吧 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好听点叫投资 说人话就是赚钱 就是那么熟的话题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样熟 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 去年也就是2021年 我在巴提亚超低买了一栋两层的独栋别墅 当时这个房子超级破旧 里面是脏乱岔 一进门我差点没吐出来 里面还养了狗 哎呀那个情景我估计谁看了都不会有更晚的欲望 况且这个房子还被土地亭给冻结了 无法交易 最后呢我调查发现还是被三个部门给申请冻结了 一般人根本就不敢碰 但是作为一名专业的房产经纪人 对于我来说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最后我是以三百万出头的价格拿下来 而且这个房子呢还是四个卧室的大户型 小区里面三房的都要卖到五百万左右 那买下来之后呢我是打算重新翻新 然后出售为主出租为普 因为当时泰国还在分国嘛 所以我也是抱着长期投资的想法 当时很多人看过我拍的那期视频 都觉得这个破房子根本不止 也不可能卖出去 结果我刚刚拿到手 一个月就卖掉了 啪啪打脸是吧 包括我自己也没想到 可能是运气好 刚好碰到了需要这种别墅的客户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价格 因为我出售的价格也就不到四百万泰铢 还是这个小区最便宜的售价 再加上我来负责房屋的装修翻新 所以买家也很爽快 讲到装修呢 当时有网友留言说 这个老破旧的房子要翻新 起码要花个几十万人民币 但是最后我只花了二十万泰铢 也就是四万人民币 里里外外全部翻新 重新刷漆 门窗修复 地板翻新 以及水电更换和厨房的修复 那翻新后的房子长什么样呢 为什么刚刚装修完就立马有租客来长租 下面我带你们看一看翻新后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买的这个房子的正门口了 以前这个房子门口很多树木 然后非常杂乱 现在我把这个门口这个树木都砍掉了 现在就感觉就很舒服 而且里里外外重新刷清 这个房子就焕蓝一新了 我们看一下侧面吧 侧面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棵那种大树 之前这边门口有很多什么香蕉树啊 什么乱七八糟树都给弄掉了 旁边就肯定就很空旷 然后你像现在通风非常好 旁边还可以坐在外面吃个什么烧烤啊之类的 挺好的 这边旁边是以前就是后面买了那个房子的房东啊 他自己家的一个房间 就是他平常是在国外嘛 然后时不时可能就来泰国这边度个假 所以说这个房子主体里面 三个房间是出租 然后他自己留了一个房间在旁边啊 这个是后面加了一个卫生间 本身下面就有个卧室 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卫生间的 所以现在他加了一个卫生间 就是一个独立的套间了 这个房间面积也是不小的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面积 然后有梳妆台床 然后这个衣柜也是built-in的 这个颜色很特别 是房东自己选的 然后这旁边还可以做了一个洗手池 可以放一些微波炉啊 做一些简单的熟食也是可以的 然后有窗户采光 这一块是自己家的 之前是没有的 然后这里有个独立的卫生间 洗手盆 马桶区域 以及这个淋浴 从这个楼下这个套间出来之后 你看这个门口的篱笆都是从今弄的 以前啥都没有 非常破久 草地也重新铺了 然后门口这个瓷砖也是重新铺了 新的瓷砖 我们看一下侧面吧 侧面以前 哎呀连坐都不敢坐 外面好多蚊虫啊之类的 你看现在 这个草刚扑不久 然后现在还没有 感觉有点发黄了 然后后面有个大树 很阴凉 舒服 然后旁边种一些这个植被 打一打旁边 挺好看的一个花园 你看这个房子的颜色都是我自己选的 就是主要是白色 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这种灰色 搭配一下 这个门都没有换 还是以前的门 怎么锁了 好了下面我们进去这个房子的内部看一下 这是一楼的客厅 哇哦 你看现在这个房子真的大变样了 以前一进来 哎呦全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什么书啊 什么杂物啊 狗啊 那个味道特别重 你看现在进来 这个门口这边还有一个画一个画 可以放个悬挂 这个都是租客自己进行装饰的一些东西哈 没有包含在我们那个装修里面 我们装修只花了二十万台租 只是把里里外外重新刷新 然后家具有部分都是租客自己拿过来的 因为本来是租金按理来说是两万五千租 就是目前小区里面的租金的三房 但是呢租客他有些家具啊像什么沙发啊 这个电视啊还有洗衣机啊啊都是他自己拿过来的 所以说租金给他降到了一万八啊 但是降到一万八之后 其实这个租金收益还是不错的 因为旁边他那个房间他自己用的房东 否则的话价格可以做到比较高 那现在窗帘也装上了 而且这个房子的户型呢我非常喜欢 是这种客厅的是中空调高的两层调高 很舒服这客厅 这个租客也是比较讲究的一个人 你看他放一些东西啊 这种比较欧式的台灯装饰品花花草草 搞得跟样板房一样的这个房子 以前真的是不敢想象 以前太可怕了 以前这边是一个餐厅区域 以前是放了一堆树子这里很难看 现在舒服多了 餐桌餐椅都是租客自己挑的 然后 安装了新的空调 然后新的一些装饰灯 这边厨房厨房的话基本上没有怎么换 厨房还是之前的一些东西 只是把它重新刷漆啊 包括那些门板呢 重新把它打扫一下 然后有些电器还能用的话就直接还是用着 这边就买了一个新的冰箱 把这个门板修复了一下 之前这个门板也破了 现在感觉就很新了 看 这个厨房也挺大的 空间很大 哎呀 这个房子看来看去 我都想自己住了 来度假是吧 这个房子住起来很舒服 这些马桶全部进行更换了 换了新的马桶 然后包括那个洗手盆上面那些水龙头 我都换了新的 所以就卫生间感觉就很 很新 楼下这里有一个厨房 我们就不看了 没啥东西 我们去楼上看一下吧 你看楼上这些地板重新刷漆 以前那个地板非常旧 现在重新上游刷漆之后呢 就感觉就好多了 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十几二十年的老破旧的房子 包括这些扶手 全部重新上汽 你看从二楼这边看一下这个客厅 就感觉采光啊非常好 上面是没有装窗帘的 因为租客他也是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采光 所以就没有装窗帘 窗帘主要是一楼二楼的房间 我们去看看主卧吧 这里就主卧了 这个床也是租客自己拿过来的 我们也没有花钱 主卧 但是空调我们是给他装了新的空调 因为之前那个太久了 然后这边是主卫 主卫这边我们给他装了一个玻璃隔断 因为是经常要用嘛 所以还是给他装了一下 花了一万多株 马桶都更换了新的 包括那个这个水风头 包括下面这些这个板子 我们给他装装起来了 封起来以前下面很难看的 现在真真漂亮 看一下主卧 主卧的面积也ok的 主卧这个外面还有一个阳台 小阳台 小阳台 不大 但是放个桌椅 刚刚好 对面就是小区的那个 会所 有个小泳池 然后旁边还有个网球场 ok我们看完主卧之后 去看一下两个次卧 之前这个地板呢 都很多都破了 一个洞一个洞的都裂了 现在全部都给他修整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吧 这个是两个次卧的卫生间 你看这些马桶都是新的 还没用呢 这里有个浴缸 但是基本上应该用不上 包括热水器 我们都给他换了新的热水器 还有这个玻璃也换了新的玻璃 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次卧 这是一个中卧 这个房间租客主要是用来放衣服 所以就放了个衣柜 啥都没有 专门用来放杂物 因为他跟他老公就两三个人住 所以基本上 没怎么用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之前看过视频的小伙伴 你应该记得 这房间之前是放那个什么佛像佛台的 哎呀好多佛像佛台一堆 现在你看一下 他是放了一个 也是放了一个双人床 我以为这个房间放不下双人床 但是其实还真的可以放得下 因为这个房间面积说实话 真的蛮小的 但是放一个双人床 然后再还能放下衣柜 还能放个梳妆台 我呀 就可以 这房间挺好的 而且像这个一整套啊 包括梳妆台 这个衣柜 包括这个床 这一整套才 2万多株 3万株大概 5000人民币左右啊 是在泰国那个轰波里面 轰波还是SB 他就有那种套餐 专门是一整套一整套卖的 而且价格特别便宜 所以说整体来说 后期除了装修以外啊 投入这些家具家电呢 也没有花太多钱 大概30万泰市左右 所以总理下来 其实房东他买下来之后啊 也就花了 大概 400 400万出头 400 不超过450万 所以说整体 他的这个租金收益啊 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房子现在患然一新了 跟以前根本没法比 旁边邻居都经常过来看 哎呀 这个房子怎么突然之间 变化这么大 这个也是我2021年做的一个 比较正确的选择 漂亮 Ok房子我们看完了 这就是我从老破旧 变成高大上的别墅的全过程 如果你还想收看 有关于泰国其他的分享 特别是房产投资方面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不见不散 找你看 总体来看 还行吧也是 符合预期 因为便宜嘛 所以他肯定是很旧的 里面设施都是很成就 要重新翻新 全部是重新弄一下 问题倒也不大